这种修路方式有些与众不同 只见工人们在铺设厘清之前 会在路面上铺设这种蜂窝网格结构 那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其实这就是土工格式 它不光可以用来修路 在铁路路基和河道的施工作业中 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土工格式的结构虽然简单 但是却能起到很好的减震效果 从而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 它的原材料多为高密度矩益 这种材料不仅耐腐蚀 耐高温和低温 也具有很好的强韧性 由于普通的道路是垂直受力 在长时间投入使用之后 难免会出现开裂和坑挖 而将这种蜂窝网格铺在地下后 就能让物体对路面的作用力 均匀的向下 向四周分散 另外 土工格式铺设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这种材质可以拉伸折点 运输和存放时 都不会占用过多的面积 而在铺设时只需要将其眼展开 并在四周使用铁钉固定 紧接着均匀的铺满混凝土 碎石 使用铁路机压平后 再铺设好厘青 道路的修建工作就算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